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有麦迪来饭的时候 它是哪个楼会在前面先骑警示的作用 我们整个阁楼它在史料里面的记载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只是淡淡地提到一句 在气势上首先压倒敌人 让敌人认为我们整个官城之中呢 是有千军万马 其实呢这个官城里面 当时最多的时候驻军只大了千人左右 有敌人来饭的时候 我们左手边呢 它有一段军事的防御体系叫民墙 这段民墙呢 它主要是为了让敌人弃满了 因为它的外面有沟壕 里面还有暗器 但是当时抵御西面的这个敌人呢 它叫打打个瓦拉民族 现在来看呢就是蒙古人 那么游牧民族呢 他们是骑马打仗的 他们对自己的马匹呢 可能对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所以呢 他们不会在这边放弃自己的马匹 所以呢 他们就会骑着他们的马儿绕骑道二行 结果没有想到呢 在官城的右侧还有一段长城 而那段长城呢 它由于受这个山势的阻挡 敌人从西面进攻的时候就看不到它 所以呢 我们就管那边看不到的那段长城 称之为暗壁 左边是冥墙 右边是暗壁 它就像官城的一双铁翼一样 扼守在了这个河西走廊 把敌人呢 就紧紧地围困在西方了 有一个九富盛名的故事叫定城砖 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呢 您可以看到 在这个门楼的后颜中间放了一块砖 这块砖的名字呢 就叫定城之砖 相传呢 有一位记忆精湛的老工匠 他叫一开站 他呢 不仅设计出了我们整座官城的完美布局 还精确地计算出 修建整座官城 需要99999块砖 所以呢 兵部主是豪空 他出于怀疑和嫉妒的心态 就在批砖的时候 给这个一开站 悄悄地多给了一块砖 结果没有想到 在整个官城修建完之后 确实就多出了这样的一块砖 而我们深谋远虑的一开站 就把这块砖 放在了这个惠吉门楼的后眼上 当这个兵部主是豪空 他来验宫 要取下这块砖 并且要砍一开站的人头时 一开站呢 站在这里大喊道 助手 这块砖叫做定城之砖 如果你要是把它取下来 我们整个城池 就会在顷刻间坍塌了 后来我们聪明的工匠和石匠们 为了防止有人取下这块砖 他们就将拐角的这两块砖 做成了松动的 如果这块砖呢 有人想要靠近它的时候 它走在这个拐角处 就一定会失足掉下来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官城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传说 叫定城之砖 我身后的这道门呢 就是嘉义官官城的最后一道门了 出了这道官 我们就相当于出国了 在出国之前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办个手续呢 新少年六月初五 中国新闻社 一行四人 登陵天下第一行官嘉义官 前往西域 考察采访 各法词照 一路算通 谢谢将军 各法通关 一路平安 多多关照啊 关门 关门